2018年到了尾聲 港股暫時還要跌若磨一成 臨到美場中美貿易戰 華為風波都峰回路轉 劇情的發展很難估計 事實上中外大行對2019年的恆指目標 由萬九到三萬點都有 市場明顯還未有方向 不過講到買賣操作 市況走勢 聽聽以下兩位怎麼說 下年2019年我想投資者要看很多 第一當然就是90日 所謂的中美貿易戰休戰期 到二月底三月頭的時候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 我個人估計很大機會延長那90日 即是說中美貿易戰到下年 都會繼續繞繞樣樣 這方面又讓步 那方面又制裁 接著有關稅 究竟是10%剩25% 很多爭論下年都會繼續 這件事會很困擾的事 第二項要留意就是美國的加息 因為美國現在 道指那邊都擔心著 債息有倒掛的現象 所以我想下年的恆指 波動性都相對會比較大 暫時來看我覺得有機會 就會在下年 譬如是第一季的時候 再試多一次 譬如之前低位24,500點 上面的空間大概是29,000點左右 如果下年來說 我覺得要避開的板塊 正正就是手機設備股 因為中美貿易戰始終的矛頭 都主要是指向這個部分 尤其是科技股 下年來說 如果你想防守一些 拿回高一些的息率 但又想試一試股價有沒有作為的話 我想內銀和內險股你可以試一下 因為始終在這90天內 中國會逐步明朗化 如何開放自己的金融業 其中內銀和內險 可能會有消息上受惠 2019年為何我們覺得 開頭我自己看有機會 就是先低後高都不期 先低後高就是90天之後未必有結果 未有結果 市跌得很低 如果現在先低後高 有可能先跌低到很低 可能二萬點才 然後再跌到低之後 就會上升 所以我覺得明年來說 應該先低後高的情況 我覺得二萬點差不多了 暫時來說 因為已經底了 我們叫做底買 還有很多資金 但二萬點再看發展 但我覺得二萬點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談判如果繼續都是不成功的 我自己覺得會看第一 美國的息上度 美國不息真的有衰退的情況 或者它的盈利會跌了 我覺得金融股我會很小心 尤其是香港或者國際匯豐 這些銀行股 內地我都要看 如果它繼續交絕繼續這樣做 我想中國經濟的GDP 我自己覺得最近看6點多 我覺得很樂觀 可能5點6 如果5點6 對於百業之母的銀行 都不是好 唯一的好處就是 中央會不會再出政策 就是降準 或者各方面支持銀行 這樣的話銀行不會跌著 所以我覺得避開第一 就是避開跨港銀行